还有一个也是我们最近所遇到的 有一位邻居士 刚好来到我们净土宗的总部 有法务要请示 我们的师父会进上人 那师父知道邻居士有一个7岁的小女儿 所以就劝邻居士说要鼓励女儿念佛 因为师父说小孩子念佛 都有可能被阿弥陀佛带去极乐世界去玩的 像我们最近不是有出版一本小孩子有几乐的书吗 各位如果常常留意 我们的网站我们的消息应该可以知道的 邻居士之前在别的道场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念佛是这么简单殊胜的 就这样子直接让小孩子念佛就行了吗 跟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佛友就有点像 但是确实世界各地小孩子念佛的感应就很多 你看我们还出了一本书 所以邻居士回到家里 就马上跟小女儿说 就问她 你想不想阿弥陀佛带你去极乐世界去玩一玩 小女儿很单纯 听到这么好的事情当然马上答应 就问说 那阿弥陀佛什么时候要带我去呢 邻居士妈妈就讲 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念佛就行了 结果小女儿听到就很兴奋 马上就说 那我现在要赶快洗澡念佛睡觉了 各位我们看 小孩子就是这么单纯的 听到念佛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可以去极乐世界 马上就念 哪有像有些大人听到这样子的事情 可能还会质疑说 有哪有这样子的事情的 真的吗 真的吗 这样就不如我们小孩子这样子的单纯了 结果还真的 在隔天 小女儿早上起床就跟妈妈说 妈妈 我昨天晚上念佛睡觉以后 真的梦到阿弥陀佛接我到极乐世界去玩了 当时邻居士妈妈一听 就想真的还这么灵的 小女儿说阿弥陀佛是带她站在莲花上面去极乐世界的 而且阿弥陀佛还跟她说 只要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来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小女儿看到地上都是金闪闪亮晶晶的 还有看到莲花池 莲花池里面还看到有师父 有念佛亲人莲花也在里面 连她自己名字的莲花也有 当时她来到佛堂 师父看到她就跟她说 听说菩萨带你去极乐世界去玩一玩 但是小女儿听到马上就说 不是菩萨啦 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带我去极乐世界的 你看小孩子 她就是这样子天真单纯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们要懂什么道理 才可以来学佛念佛的 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说 要先学什么东西才可以念佛的话 搞不好我们还把人家的善根给破坏掉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本来可以直接信佛念佛的 结果我们还阻碍人家 还跟他说不行不行 小孩子要先学学什么文化才可以念佛 你这个不是搞破坏了吗 小孩子有时候他是很天真很单纯的 他不需要这么多道理的 其实我们讲到学佛念佛 也不需要什么道理 像我来说 我从小青年的时候就信佛念佛 也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我以前也还算是知识分子 像我出家之前 曾经读过医学大学 也读过法律大学 但是当我看到佛在阿弥陀经说 西方有阿弥陀佛 有极乐世界 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灾免难 以后可以到极乐世界去成佛 当时我听到以后 直接就信了 直接就念佛了 哪有需要什么道理理由的 什么科学不科学才不管呢 科学其实也只是一部分的知识 又不是代表说看到全部的真理 所以现在的科学 其实也是不清不楚的 先是牛顿 但是被后来的爱因斯坦反驳 过后到了现在 又不知道被哪位科学家又反了 我讲这些不是说我要反对科学 我说这些只是说明 不要因为我们人的一点点知识 就拿来怀疑伟大的阿弥陀佛的 科学其实给我们的只是知识 但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安心 各位 科学是不能让我们离苦得乐的 就是说科学是不能解决我们人生的苦的 尤其遇到生老病死的苦 尤其我们看到我们身旁的人 遇到生老病死的时候 请问科学能够解决吗 不行啊 我们不会因为说我们懂很多科学 然后看到自己最爱的爸爸妈妈去世 又不会伤心的 所以这些人生的问题 人生的苦难 就需要佛法 需要阿弥陀佛的救度 才能够化解 所以我从小就直接信佛念佛 不用理由的 谁要是佛讲的 我就相信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想想看 平常人讲的话 我们都不大会怀疑了 结果我们偏偏就这么爱怀疑伟大佛陀的话 那这样子有没有搞错呢 难道伟大慈悲的佛陀 还比不上普通人讲的东西吗 所以上次听到有人说 什么都搞不清楚的人 就信佛念佛 这是迷信 这句话其实是搞错的 一个众生可以直接就信佛念佛 那这种人是大善根来的 佛说四种马的比喻就是这样 佛说有四种马 第一种马 是只要看到主人一个动作 他就了解主人的心意 马上就跑 第二种马 是看到主人的藤边 要打到自己了 才开始跑 第三种 他是要等到主人的藤边 确实打在自己的身上 痛了才开始跑 第四种是最惨的 因为第四种马 是等到被打到半死不活 他才明白主人的意识 才开始慢慢跑 那各位 你们觉得说 哪一种马最优秀呢 当然是第一种马 一看到主人的动作 就明白心意 马上就走了 主人肯定也是最喜欢的这种马 我们今天讲到学佛念佛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都像这第一种马 直接就信佛念佛 那跟佛心那是相应的 佛说极乐世界 佛说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照做 那跟佛真的是心心相应 佛就大欢喜了 反而听了佛所讲的 都不明白佛的心意 还要慢慢研究怀疑的人 这种善根 我们讲的都是比较次等的 可能到最后 都要像刚才所说的第四种马一样 看到阎罗王来了 看到地狱大火烧到屁股了 这个时候才要相信 虽然可以 但是究竟是吃亏了 所以今天 一位众生可以直接信佛念佛 那这种人是大善跟大福德的人来的 不能因为这样子 反而说这种人迷信 因为这种人其实是第一等人 我们讲的千里马了 像佛在无量寿经说的 我读一遍 各位我们看 佛认可的 佛说听到南无阿弥陀佛 直接信受念佛的人 这种人在佛底下是第一弟子 所以我们哪里能说 直接念佛的人不好呢 所以我们今天 给小孩子 直接单纯的信佛念佛 绝对是大好事情来的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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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人方必须 我们来自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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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事永远的宗族 也在想于商与一言而来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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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言